你会对我们的见面抱有期待吗 给我一丢丢时间 带你欣赏一出腹黑美人养成剂 五分钟你看不了吃亏 看不了上当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情依 闪耀的暖超气人NPC 超人气NPC之一 游戏中今年十九岁 是秦江戏曲名家秦家的掌门人 以及木波罗集团的老板 凭借人美生前的硬件实力 作用大波敏昧 凭不想的太太团成员们举起双手 让大家看看咱云端顶流的牌面 对于一生情长 为爱情依这局应援 有什么看法吗 有点不好意思 经常关注女性像游戏的小可爱 一定见过这张出圈美图 她也是我把用不厌的安利神系 不知道有多少人 是被齐老板的戏服扮相 拉进这个烧钱的巨坑 之前我曾说 齐老板估计让闪暖的丸组掉了不少头发 因为她的相关剧情 一真一假 叙事莫变 给人一种不知周之梦为蝴蝶鱼 蝴蝶之梦为周鱼的感觉 我严重怀疑 这个角色的原型 是霸王别姬中的成姐一 只不过变成了加强复仇版 很多小可爱 可能对齐老板虐女儿的事件耿耿于怀 毕竟在这个三观党 到处重拳出击的时代 黑话如此彻底的纸片人实属罕见 本期视频 我将带大家深入了解 齐老板的出身经历 建议改名千层饼的烹饪方式 齐老板一共有过三个名字 一个是生母口中的简简 一个是西班师傅娶的阿青 最后才是一名寝衣 这三个名字 恰好对应齐老板的三个成长阶段 同时对应他先后失去的三个人 秦一出生于云端帝国青云城的秦安坊 这地儿轻轻敞 其实是个类似贫民窟的混乱区 所以他打小就过着食不饱 衣补暖的苦日子 穷到去吃公园里喂露的露饼 这会儿的秦一还只是个缺少亲人关怀 牵着又善良的普通小男孩 不仅不黑 还有点圣母 玩意中对秦一妈妈的描述少而隐晦 只提到他年轻时是秦安坊 数一数二的大美人 而且在秦一印象中 所以我有个大胆的推测 注意只是推测 秦一很可能是私生子 这样也能解释他为何抛弃年仅七八岁的孩子 更扎心的是 在他跑路前夕 小秦一刚刚学下一个卑微的愿望 希望今年能和妈妈一起过春节 小时候我吃过露饼 那种味道我还记得 现在再也找不回来 我已经忘了 自己小时候是怎么过年的 母亲小时候秦一被人迈进一家草台西班 西班师傅见他眼角有一块青色的胎记 就随意给他起了个名字 阿青 秦一这段时期的经历 与八王别集中的成解一非常相似 同样被母亲抛弃 同样受尽责罚 同样蒙上了反抗的念头 只不过秦一的身边 没有处处保护他的段小龙 只有一个二五仔小猴子 小猴子是秦一在西班里的朋友 他想逃走 于是就让秦一趁师傅睡觉的间隙偷钱 此时还单纯的秦一没想到 事情败露之际 小猴子为保全自己 竟毫不犹豫背叛了友谊 再替小猴子被打得奸奸一气的秦一 只记住了师父的一句话 就算是装 小猴子也装得比你好 也是这句话 让齐老板正式走上了黑滑之路 在秦一养伤期间 小猴子因为愧疚而拼命讨好他 而秦一则大度的表示 没事不就是差点被打死 外加关了一千一页的金币吗 你看我一点都没有生气 只是这次我也想跑路了 如果你要补偿我 就带我回家吧 对我也不够的小猴子信以为真 故意知道骚乱已开大人 但是秦一从后门悄悄逃走 结果还没等他为自己的机制鼓掌 小猴子就惊恐的发现 秦一身后竟站着暴怒的西班师傅 你问我小猴子后来怎么样了 我也不知道 毕竟后来我成了绝儿 没空再以一个逃跑的孩子 尝到了黑滑的快乐 秦一从此爱上了表演 他开始学着伪装 戏也唱得越来越好 西班师傅不再轻视他 还重新替他取了一个正式名字 秦一 本来事情正在往好处发展 没想到半路杀出了送buff的顾司长 这一波直接把秦一的黑滑程度 从50%拉到100% 啥情况呢 顾司长这个老贪官 想除掉自己的正级张局长 他知道张局长爱看戏 所以就预备送个戏子过去实施暗杀 人小妈最好人美生前父母双亡 这样事后处理起来也不容易引人注意 所以他到草台戏班一敲 敲中了秦一 精准踩雷 聪明的秦一马上意识到 无论答不答应 顾司长最终都会杀人灭口 于是他面上假装英语 却在计划当日 故意戳破了顾司长下毒的轨迹 这样一来 他便成了张局长的救命恩人 若顾司长对他不利 势必会第一个遭到怀疑 妙实在是妙 这出反客为主的连环戏 本来可以完美落寞 但这会秦一年纪还小 到底没玩过顾司长这头老僵 他虽然不敢对秦一下手 却报复性的伤害了 西班中唯一一个肯接近秦一 肯关心他的人 秦婆婆 秦老板的猎杀时刻 从此苏醒 没有人一开始就会伪装 只是生活会教导他们 隐藏真相 秦一从小到大 一直很喜欢金鱼 这也是他戏灵迷宫中的异象之一 金鱼通常有两种含义 一代表工人观赏的玩物 及戏子的身份 二统玉及玉王 秦婆婆的死 让秦一意识到 即便学会了伪装 戏子依旧受制于人 所以他必须不断往上爬 只有站到足够的高度 才能解开身上的枷锁 那么按照碟纸传统 玉城大业 必先献祭父母 于是失踪十年 起码就主动出现送人头 所谓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当年你既能 很轻抛弃自己的孩子 就别怪人家 现在翻脸不忍麻 生了不养算什么父母 而接下来 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情节 秦家喜取名家 秦家需要一个傀儡 秦老太太一眼 相中了漂亮温顺的秦一 又是一个精准采类 秦家唯一 秦家利用我博得名声 而我利用他得到我想要的 秦家掌门人的身份 并不能满足秦一的欲望 因为此刻的权贵们 依旧视他为戏子 想融入这个阶层 必须要有自己的筹码 秦一很快发现了自己的目标 一对不被认可的恋人 张子成与林小 林小是财政大臣 林氏的千金 却偏偏爱上了一个穷小子 因为秦老板的加入 这段故事并没有按照 正常的狗血套路信心 而是半路夭折 秦一利用一出笼装却的戏码 林小的恋人永远不会知道 当初将他们优惠地点 透露出去的人正是秦一 而林小最终也被迫 嫁给了一个顽固子弟 秦老板当真是 玛丽苏中介者 拆的一手好戏皮 本来一出爱情戏 硬是变成了现实主义讽刺剧 秦一完这一对情侣 秦一又写林氏家主 带他进入权贵的社交圈 木部落剧团的情报业务 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人总被自己感动 幻想自己是爱情剧的主角 追逐自己心中的影子 夸张的幸福或悲伤 所爱的对象 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部分 曾经看过一个小道爆料 说秦一未来会有蜘蛛异象的套装 这个说法我深信不疑 因为秦老板确实非常适合这个主题 木部落剧团拥有云端最大的情报网 从称为首脑那一刻起 所有人都将成为秦一的猎物 星际情侣换来的机密文件 不仅帮他打入权贵上层 还让他发现了另一只肥羊 莫丘利财团 秦老板深谙总裁文的套路 要引起总裁的注意 必须做到大胆的男人 于是他精心为到访云端的莫总 准备立出神奇的戏码 在这出戏里 他扮演一位被遗弃的富家私生女 凭借野心一步步掌握家族权柄 实现自己的复仇计划 而且在戏副中 秦一特地加入了性格元素 很显然 她是在故意内涵莫丘利的宣誓 其实我想到这里是后背一层冷汗 上个在莫总雷区蹦击的人 粉头草估计已经长成树了 秦老板真是好胆量 情况也不出秦一所料 莫丘利果然对他产生了兴趣 派人邀请他前去会面 面对总裁的试探 秦一假装意外 直接弯出卑微三剪套 我很荣幸 我很感激 我又为总裁大人献上忠诚 不过秦一毕竟才19岁 还没莫丘利年纪的领头大 所以内心到底还是荒利一批 莫丘利也是到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让秦老板感到压力的男人 她知道莫丘利会派人跟踪自己 所以故意表现出受制于秦家老太太的假象 让总裁以为抓住了她的把柄 莫丘利也没客气 直接来了一波阻安语录 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的母亲 行吧 二位都是老阴阳人了 莫丘利与秦一达成了秘而不宣的协议 秦一替他收集情报 莫丘利为秦家提供庇护 当然这只是表象 实际上秦一只是利用合作关系 收集莫丘利财团的信息 这一招可谓三千其美 秦一安抚了秦家老太太 又骗过了莫丘利 顺便还扩展了自己的情报网 高实在是高 成功趁到莫丘利财团后 秦一的视线又转向了 秦一大陆最大的军火商 审判者兵团 比起成了惊的莫丘利 左一就好不能多了 咱大姐姐一向讨厌玩套路 所以齐老板一气直钩 就把人调到了穆不落集团 没看二度 这次齐老板眼泪出云天将军的戏法 在其中他因为一次失误 而被自己最想战胜的对手俘虏 很显然这又是在内涵 左一当年被莫丘利呆到的尴尬经历 我愿称秦老板为奇迹大陆的雷区武王 左一从齐老板口中得知 莫丘利在纽云岛进行秘密实验 而打开通道的钥匙 就藏在罗登大酒店的总裁办公室里 为了拿到钥匙 左一扮成小明星太斯潜入罗登晚宴 还胜圈在窝地调戏了莫丘利一番 但左一万万没想到 秦医给他的情报并不完全 纽云岛早已遍布莫丘利设下的陷阱 看到背负的蝴蝶 切莫急着解救 或许 他只是猪王主人 引你上钩的诱饵 这个事件的坑 叠址还没有前完 所以我们目前既无法确定秦老板的目的 也无法确定到底谁是黄雀 谁是螳螂 什么 你问我蝉是谁 当然是左一啊 每次奇迹大陆的千层饼们掰头 受伤的总是我们大姐姐 秦医是我认为 陷阱中最立体的人物之一 也是一个惨到毫无违和感的角色 我之所以说他的原型可能是成杰一 是因为他和成杰一一样 博弃在命运的洪流之中 被迫成长却又坚守着某种本心 秦老板在自己的系列迷宫中说 金鱼的美和眼角的蝴蝶 都是人造的虚幻的梦境 尽管他总是扮演梦境编织者 但恐怕他自己才是入戏最深之人 正如秦医所言 面积待的久了 就会忘了他的存在 甚至以为那就是自己本来的样子 秦医是一个目击性很明确的人 他和莫丘利一样有着庞大的欲望 我很难单纯用好坏去经历他 你是否认可他 只取决于你能否对他的经历感同身受 面对抛弃自己的母亲 背叛自己的朋友 包括数不清欺辱自己的人 你是唯唯诺诺还是重拳出击 三尺戏台 十年冷运 到今天 这一切就结束了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将忘记我是谁 你会记得我吗 你会相信我吗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观众网友们的支持 上期结尾处的彩蛋反响不错 所以我决定把它作为常驻项目保留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跑掉版的歌 可以在弹幕评论区留言 这也是跑掉版 小三句怎么是连在一起了憋死我了 我这回来真的不行 听见熟悉的歌谁在哼唱 感觉摇一晃晃在路上 日上歪歪扭扭扭想起航 适出随意到遇见太阳 各自一转接又要时光 还在夏天午后梦醒一回想 恍惚如如海漫长 翻出了好好相片 模糊了双眼 记忆里浮现 笑着告别的光明 你带我懵懵懵懂懂悠悠动的那些时光 我点点滴滴渐渐渐渐能快乐开伤 你路上一点点珍藏 就是爆灾 有极端的细细来挥挥拼承承承 这一转换又反复的转 走遍着谁在 寻寻你的无尽的发灾 不失与客人 成为了 你永远不失与客人 这一转换争 这一转换争 那是个混蛋